大家好,我是Ricky 今集影片与大家分享一下有关与Financial Management, Annual Growth Rate, Sales Revenue 我会用一题简单的例子与大家分享一下有关这类型的题目 首先我们来看看以下的题目 题目内容 有间公司ABC公司在2021年销售收入为100万 而这间公司预计在2025年销售收入为400万 并且预计在未来四年期间的销售收入将会保持稳定的年度增长 题目要求计算一下这间公司ABC公司销售收入的年度增长率是多少 我们现在开始计算一下 在2021年销售额为100万 而在4年后 在4年后 2025年 预计销售收入为400万 所以在这里 100万 100万 乘以 括弧1加R 三括弧 而括弧里面的R 就是题目要求要计算出的销售收入的年增长率 由于题目是4年后达至400万 所以在这里 括弧1加R 四次方 等于4年后的400万 根据这条公式 将左手边的100万 调去右手边的400万 就随意 100万 然后将左手边的四次方 作为右手边的四次开方筋 再将484次开方筋得出 1加R 等于1.4142 再将左手边的1 调去右手边作为减 R等于1.4142 减1 最后R得出R等于0.4142 又或者41.42 所以销售收入每年增长率为41.4% 同学处理这类年题目 留意一点 而这一点 销售收入每年增长率 在这里计算 就用複式作计算 先可以达至到题目的要求答案 题目讲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拜拜